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仙政 这几年带有东北悬疑色彩的影视作品频频出现 成为地狱影视的新特色 其中就包括正直的小说生吞改编成的电影《胆小鬼》 还有小说仙政改编成的电影《刺猬》 1987年正直出生于沈阳 后考入香港金汇大学 读大三时父亲患重症去世 家里没有办法承担学费 正直只能瞒着母亲借了高利贷 等到毕业 这笔钱已经利滚利变成了二十几万 毕业后正直学会了用酒精麻痹自己 直到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此时他才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他借了一段时间的酒 并在借酒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我只在乎你》 幸运的是小说被一家影视公司看中 买走了版权 正直就用这笔版权费偿还了债务 真正让正直活起来的 是2017年出版的小说《生吞》 如果说生吞的畅销 代表着市场对政治的接纳 那么从先正开始 严肃文学也向这个东北酒蒙子敞开了大门 2018年正直凭借短篇《先正》获得李匿名作家计划首奖 评委必非语评价道 我很喜欢这本小说的气质 叙事神神叨叨 但语言很有特点 读完之后才知道是有力量的 不好惹 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取《先正》为名 其中一共包含六篇小说 而《先正》的人物原型是正直的大姨父王振友 大姨父的离世是正直人生第一次经历亲人的死亡 其余的故事的场景 有的依然在东北 如《踏心通》一篇 保留了熟悉的低于信仰元素 有的场景已经搬移到了北京 如霹雳一篇 描述了高楼与高楼 人与人之间的对峙 此外 凯旋门一篇是典型的小城失败故事 蒙蒂卡罗什恩记 则在结尾化为东北沿东纷飞的雪花 旋转飞升 转向魔幻 而篇幅最长的森中有林 跨越三代人的故事 让几种命运以不同的方式连接 构成了一个闭环 在这本小说集中 所有的故事都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的 因此所有故事的主人公都通称为我 《先正》这篇小说的开始 讲的是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在路中央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 男人右臂挥舞着小黄旗 左臂在半空中打出前进的手势 口喊一枚钢哨 朝反方向拼命地吹 刺猬片刻间会议 猛地掉转头 一口气跃上路牙 顿入矮冠丛中 这时几个女人扑上来 死死扯住男人的后脖领子 其中有一个是被她抢了哨子和小黄旗的女交警 还有一个是男人的老婆 也就是我大姑 那个男人则是我大姑父 目睹这一幕时 我正上初二 早已和大姑父成了忘年交 对于他这种荒唐的行为 我早就见怪不怪了 大姑父名叫王战团 十九岁当海军 躲掉了下乡 却没躲掉运动 运动闹到中间的两年 部队里分成了两派 船长和政委各一队 王战团不愿站队 是也不得罪 坏就坏在 他有说梦话的习惯 在某天夜里大骂船长两面三刀 后又讽刺政委是阴险小人 第二天 王战团就成了海军内部的大叛徒 被关了金币 放出来后 嘴里只会反反复复说一句 不应该啊 不应该 没多久 王战团被以精神有问题为由 并退回家 幸好政委后来良心发现 帮他在军工厂找了一份工作 上班几年后 王战团因错过一次小组长的选举 又犯病了 这下只能彻底并退 不过厂里仍几十年如一日的 给他按时发工资 王战团并退在家 整日无所事事 不久就和我混在了一起 我是个口吃儿 爸妈带我到处去看 怎么也捋不直这根舌头 王战团却说 在这个家和我最有话聊 后来王战团接二连三的发病 甚至爬上房顶 想从上面飞下来 大姑却说什么 也不把他送进医院 还对外坚称自己的老公没疯 大姑惊人介绍 找到了仙姑赵老师 算出王战团身上背了人命 那是因王战团而死的初恋 当年王战团和一个知识分子 家庭的女孩订了婚 可没多久就被招进了部队 初恋的父亲后来被批斗而死 母亲也在逃走过城中 死在了火车底下 初恋几经磨难找到王战团 但此时的王战团 已经和大姑成了婚 初恋一气之下跑回农村 嫁给了一个杀猪的 男人天天打他 不到半年 初恋就跳井自杀了 大姑没想到仙姑如此神通广大 因为这件事 只有他和王战团知道 他立马听从仙姑的指令 在家里供奉了 刻着龙首山二柳洞 白家三爷的牌位 早晚静香 从那以后 王战团的病情稳定了许多 可好景不长 一天王战团腿烂了 跟着偏方抓了只刺猬烤着吃 腿是好了 可精神病又犯了 仙姑听说王战团吃了刺猬 发了风势的大喊 你知道保你家这么多年的是谁吗 你把我爹给吃了 你就等着死全家吧 原来龙首山二柳洞白家三爷 就是东北五仙之一的白仙 及刺猬 这下可算是闯大祸了 没有仙家守护的王战团病情越来越重 大姑怕他出事 每天给他灌大量安眠药 让他从早睡到晚 那只烤刺猬我也吃了 口吃更严重了 大姑不得不厚着脸皮 请仙姑出手 随着仙姑阵阵有词地念了一通咒语 我大声承认了自己吃刺猬的罪行 大喊白家三爷救此郎 从那以后 我的口吃就治好了 再也没有犯过 在外人看来 是仙姑高超的法术起了作用 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股治愈的力量 更多的是来自于王战团 当时 王战团被大姑锁在隔壁的房间里 他不断地敲着门 拍打着墙 一遍又一遍地大喊 爬呀 一直往上爬 爬过去就是人间 这才让我有了张开嘴的勇气 后来有一次 大姑因忙于照顾孙子 忘了给王战团喂安眠药 他便跑到了马路上 命运里无法摆脱的刺猬白仙再次出现 王战团小心翼翼 保护着刺猬安全躲过马路上的车流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可白仙并没有因此赦免王战团 吃白仙同类的罪 他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 而大姑此时又有了相好 便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久 王战团的儿子王海洋车祸去世 他执念于看儿子最后一面 从精神病院跑了回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战团 当王海洋被送进火花炉时 顾鲁公大喊一声 魂已息去 向游心生 王战团整个人瞬间像被抽空了一样 差点探坐在地上 两个月后 王战团没有任何预兆地 死在了精神病院 医生也说不出 他是因什么而死 这个疯子从此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王战团生前有过幸福的体验 他当海军时表现优秀 离成为一名潜艇兵的梦 只有一步之遥 他给儿子取名叫王海洋 女儿叫王海鸥 兄妹俩的名字 承载了王战团一生的荣誉和梦想 王战团曾经可以自由地 遨游于浩瀚的大海中 他的灵魂像海鸥一样 展翅飞翔 他是自由的 充满智慧的 可他的下半生 却为生活的某些节点 给掐住了 再也爬不起来 掐住王战团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初恋女友因自己而死 让他内心负罪 二是大姑太过强势 王战团不得不缩着头过日子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那场领导争权夺势的运动中 王战团被迫成为了牺牲品 这三个卡点导致他沦落为一个精神病患者 他卡在节骨眼上 卡死了 就像象棋里那颗还没被吃掉的死子 王战团说过 死子物及吃 一居食子寒 或许他心里一直抱着起死回生的希望 可他吃了鲜的爹刺猬 等于在看到希望时 又亲手掐灭了希望之光 他不甘心 他想反抗 但没有直面硬刚的胆也缺少魄力 面对强权 只会反复地说不应该啊不应该 他试图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不惜以成为精神病患者为代价 他是那个时代沉默掉的人 王战团浑浑噩噩地被喂食安眠药 内心深处却仍然想成为人间 他常对我说 一辈子就是顺杆往上爬 爬到顶那天 你就是尖了 但他自己早已无力争取 直到死 王战团才挣脱了所有掐住他的东西 成为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在一个少年眼里 或许家里人是最值得信赖的 但当他目睹某个亲人的虚伪和背叛时 往往会变得让人意想不到的决绝 正值在蒙蒂卡罗食人记中 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蒙蒂卡罗是一家西餐厅 二十岁的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女孩崔杨约好了私奔 我们的碰头地点就在这家餐厅 这天我早早来到了餐厅 崔杨却迟迟没有出现 正当我忐忑不安时 杳无音讯多年的姨父突然出现了 姨父带了一只上了三把锁的墨箱子 交给早就等候在那里的开锁匠 然后过来和我拉家唱 我们一起回忆往事 那些年姨父经常在我家吃饭 喝醉了酒就搂着我妈的腰跳交易舞 姨父是这个家族的活跃分子 姨父还给我讲了他早年喝醉酒 掉进黑熊窝 屁股被挖掉一块肉的故事 最后姨父跟我抱怨说 每个家里必须选出一个败类 剩下的人踩在他身上才能活得踏实 以前我一直以为这个家 你搭旧才是那个败类 后来才整明白 原来这个人是我 姨父一直没有正式工作 和老姨结婚后 老姨才给他找了份工作 在伊克大学的动物室里养动物 可能是这个原因 姨父觉得自己在家里 是被看扁的一个 或许和老姨一直生不出孩子也有关 总之后来他和老姨离婚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聊天过程中 开锁匠连开了两只锁 就剩一个密码锁了 我和姨父各怀心事 我一直焦急地等待崔杨的出现 还借了姨父的手机打给崔杨 却一直没人接 姨父坦白说自己这次回来 是找老姨要金子的 那是老爷临死前交给他们夫妻的 姨父理所当然地认为 那应该有他的一半 那个上了三把锁的箱子里 装着一把猎枪 老姨当年怕他出去惹事 把枪锁了起来 而现在他准备把枪拿出来 指着老姨的脑袋 逼他把老爷留下的金子交出来 姨父警告我说 就算现在跑去报信也来不及了 因为他等锁一开 就会马上行动 我去告诉他 你们的事我管不着 说完我想继续吃牛扒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 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透过餐厅的镜子 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头黑熊 随后我一口吞掉了姨父的脑袋 再一口咬断锁将的脖子 却只看了一眼 吓得瑟瑟发抖的餐厅服务员就走了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回去跟父亲谈谈 我注定是要远走的 不管有没有催养 我都是要走的 假如他不同意 我也把他吞掉 如果他能理解 我就和他郑重地道个别 故事的最后 我消失在茫茫大雪中 对自己说 无论催养来与不来 这都不会是我人生中的 最后一场大雪 父亲一再让我服毒 希望我考上北京大雪 可我每次都差那么几分 我不想服毒 又我不敢和父亲坦白 所以当催养提出和我私奔时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结果他一直没出现 但却更加坚定了 我要远走的决心 我的不反抗导致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直到姨父要去抢劫老姨时 我也不敢出言阻止 我内心恨透了自己的无能 化成黑熊把姨父吃掉 是我幻化出的力量 因为只有摆脱生而为人的无奈和痛苦 我才有勇气做出反抗 作者正直用魔幻释放了人性 同时也暗喻了这个世界的荒唐和无情 妈妈在外婆离世之后突然离家出走 父亲也从来不去找她 好像没有过这个老婆 父亲是个退伍军人 枪林弹雨中不知杀了多少敌人 在部队是神一般的存在 退伍后在几家工厂上过班 却因为太过正直 把所有领导都得罪了 最后只能窝在家里 靠一把铁锤到处打林弓 姨父为了能让家里人看得起她 离了婚后到处闯荡 结果两手空空回来 连吃午饭的钱都没有 还硬要我请她吃顿价值不菲的牛扒 而我却把从父亲那儿偷来的钱 都花在这个 即将要去抢劫我亲姨的人身上 我唯一既以希望的女友 没有如愿而至 我又有一次被抛弃在这个 令我窒息的生活里 无力反抗的我 变成了一头 能在瞬间左右他人生死的黑熊 或许只有这样 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想不被剥夺 就要先学会剥夺 这是一种何等残酷的人生观 可却是我唯一的选择 在接下来的小说 他心通中 正直又通过一个新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人生观 呈现出一种成熟的反抗方式 故事讲述的是 我的父亲在弥留之际 被母亲送去所谓的教会里 直到父亲去世 也没有得到任何临终关怀 领头人不停地给母亲灌输 花钱给父亲打造极乐世界的思想 忍无可忍的我偷偷下山报了警 一群骗子就此伏法 父亲也能顺利入土为安 人性有其多面性 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并非一成不变 当我们理智地跳出被裹挟的漩涡时 就会有力量拨乱为政 正如故事中的我 没有被周围的声音左右选择报警 才得以让父亲的遗体得到安置 通过上面两个故事 正直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人生态度 告诉我们 人生的选择权永远在自己手上 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的内心 而不是外力 事实上 世间很多无能为力和被迫无奈 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的限 众生皆苦 但环境并不是真正限制我们的因素 谁都无法干涉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过完这一生 只要内心不被禁锢 就有无限选择的机会 人与人的命运很微妙 说不定在哪一瞬间 原本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两个人 就这样结下了缘 从此足足备备纠缠在一起 有的甚至成了彼此生命中 最不可或缺的那个人 正直在《森中有灵异》文中 塑造了一老一少两个 在不同轨迹上的小人物 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 卑微而倔强地活着 直到有一天 因为一起人为事故 他们的命运从此交织在了一起 吕心开是飞机场专门负责捉鸟的 上班四个月了 麻雀 乌鸦 杜鹃等各种鸟都补了个遍 从没手软过 在清明节前一天 也是爹妈祭日这一天 吕心开补到了一公一亩两只黄梨 吕心开认定 这就是爹妈的化身 决定把他们抱回家好生供养 原本是挺开心的一天 吕心开的兴致 却被楼下大排档 没完没了的喧闹声搞没了 他用一把气枪 瞄准地上的酒瓶 一枪下去 把老板娘吓得鬼哭狼嚎 他想趁机再多给老板娘一点教训 好让他消停一段时间 没想到第二枪下去 炸飞的玻璃 飞进了一个收酒瓶子的男人眼里 那人的眼珠子当场就报废了 警察挨家挨户地排查 吕心开从他们的嘴里得知 被自己打瞎的是一个老头 无辜的老人 因为自己的私愤丢掉了一只眼睛 吕心开自责一番后 决定带上全部积蓄去看看老人 然后再去自首 老人其实才46岁 只是看起来像个老头 他面色有黑 提平头 脖子粗短 他叫莲家海 曾经是一名狱警 两年前被人顶包 下了岗 现在已收酒瓶子 给人送煤气为生 莲家海平静地听完 吕心开的道歉 并没有责怪他 还夸他是个诚实的孩子 两人在病房里拉起了家长 莲家海承诺 不会追究吕心开的责任 唯一的条件就是让他 经常来陪自己说话 来的时候带两只猪爪 这样来来往往一个多月 莲家海把自己瞎眼的女儿 莲杰 介绍给了吕心开做老婆 开始 吕心开觉得自己 被老头算计了 死活不肯 后来发现 莲杰不但长得漂亮 还心灵手巧 在家忙人按摩店 做按摩师 很受欢迎 吕心开很快和莲杰 确定了恋爱关系 没多久就结婚生子了 婚后两人恩爱有加 对莲家海也很是孝顺 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随着孙子越来越大 单身多年的莲家海 空闲下来 却做起了春梦 莲家海在给 中医学院送媒气时 遇到了那里的职工 王秀逸 对他一见钟情 莲家海通过 向老哥们卫风打听 直到王秀逸 早就离了婚 可奈何有了其他男人 带着前夫的儿子 跟一个叫 好胜利的男人 住在了一起 好胜利当年 在莲家海上班的监狱里 几近几出 是远近出了名的恶棍 和王秀逸在一起 没多久后 却失踪了 莲家海觉得蹊跷 便借口给王秀逸送媒气 去了他家一趟 发现他正在指挥人 把家里所有的地板都撬了 说是地板渗水 要换掉 莲家海凭借着 当了多年预警的经验 顺着这个线索 硬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 查出好胜利的失踪 跟王秀逸有关 他让女儿莲杰 给在警察局的好友送信 可没成想 莲杰在等红灯时 被人推到了马路中央 当场车祸去世了 莲杰的丈夫吕欣开 从单位偷了一把猎枪 吵嚷着要去找 害莲杰的人报仇 结果人没找着 却因偷猎枪被关了一年 接连受到打击的莲家海 跑到一个荒野里 成了一名种树人 他在种的第一棵树上 刻上了女儿莲杰的名字 并把毛草屋 安在了这棵树的旁边 没多久 莲家海的老哥们魏丰 来树林找他 承认了自己和王秀逸的私情 也坦白了好胜利和连结 都是自己害死的 说完 魏丰把自己放了老鼠药的酒 一饮而尽 莲家海按照魏丰的遗言 把他葬在了 刻有连结名字的小树胖 莲家海的外孙 吕欣开的儿子吕邝 长大后成了一名带货主播 因为销量一直上不去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突然有一天 吕欣开那无儿无女的姨妈死了 留下几处房产 还有一笔存款给绿矿 一家三个男人的 辛苦日子 也总算熬到头了 一个故事贯穿三代 莲家海一生青脸 对谁都宽容 甚至把打下他眼睛的 吕欣开 变成了最贴心的女婿 对杀害女儿的老朋友 魏丰 也没有半句责怪 莲家海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可能有些丑 根本没有丑人 我一辈子的丑 都不知道找谁报 唯一令莲家海放不下的 是让人顶了他公职的贪官 但他告了大半辈子 也没能告赢 生命的种种无奈 让莲家海不得不认命 或许自己的生活 本该如此吧 他想 按道理 老天带自己也算不错了 起码有这么几年 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孙子吕邝 终于活成了一个 人人羡慕的幸运儿 从素未谋面的姨婆那儿 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这或许是作者正直 动了恻隐之心 才安排的情节吧 穷苦而善良的人 不该永远看不到出头之日 他们应该被看见 被理解 被帮助 也应该被幸运之神眷顾 人生苦中有乐 悲中有喜才圆满 就像小说的标题 森中有林 世间万物 都是由每一个细小的单位 或者元素形成的 人生苦短 但世人依旧能够负重前行 好了 到这里 先证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一为你分享完毕 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有卡点 总会在某件事上 遇到难以跨越的沟壑 而真实的生活就是如此 鲜有人生 长成直线上升之道 大部分的人生 都走在平坦与坎坷交替的道路上 即使努力爬到了高峰 再回首 依然是一条条由波折线段组成的弯曲之道 但在每一个节点上 都有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与生活的真相握手言和 正如顾常卫导演所言 阅读正直 恰如一路风雪后 与故人重逢 恭喜你又读完了一本书